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要不我把天忆少爷叫过来 陪你去骑马吧 大晚上的骑什么马呀 那要不我把天忆少爷叫来 陪你喝两口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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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有啥心事 你就跟巴特讲讲呗 我就是不相信 陈湘姐姐会帮着好明轩一起害秦家 好明轩在云台崖上害了天忆哥 那三胖和来根回去之后 肯定就告诉陈湘姐姐了呀 他不可能不知道 你说 他为什么不干脆一刀 把好明轩给杀了呢 还有啊 来根和来叶被天忆哥绑在房间里 那天我看见好明轩的那封信了 上面明明说了让天忆哥一个人去 可是后来我们上云台崖的时候 先是碰见好明轩下山 后来上去之后 三胖也在崖上 那天忆哥的性格 信上说了独自前来 他就绝对不会再叫别人 他连来根来叶都没叫啊 难道是好明轩把三胖叫去的 不会呀 好明轩要害天忆哥 他怎么可能还叫上三胖呢 会不会是因为三胖是警察 其实他早就已经发现 好明轩的阴谋了 这件事情太复杂了 光凭我一个人根本就想不明白 哥哥 那你想这么多 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再让我想想 别说话 好 看什么干嘛呀 来 喝一杯 来 来 二哥 这咋还喝上酒了 是有啥高兴的事 你跟我们也说说 也没啥 特别高兴了是 就是想明白了 想明白啥了 你说 咱们这命是捡回来的吧 既然能把命捡回来 那咱们是不是就应该 开开心心地活着 对吧 得好好的活着 这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 该忘的事 就别再记得了 没什么过不去的 是吧 没什么事 不光是咱们几个 要开开心心地活着 咱还得让哥哥 也开开心心地活着 人家一辈子 就那么几天 对 笑一个 笑都不会 笑一个 你看 有每天都得让我开开心心地 有每天都得让我开开心心地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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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会儿 来 来 他哥唱个小曲 行 你让我给你唱小曲 来 诸是下 过把大链是透一天啊 透呀嘛 透一天 我请我那连城哥哥来串门 一进门我左腹右肠望地上 我说你联系吗 我跟你说 嘴笨藏得也笨 劲儿来劲儿来 我明白了 可是哥哥 咱不能跟天翼少爷说呀 可是天翼哥的伤都已经好了 我该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他了 哥哥 您想过没有 如果跟天翼少爷说了 他一定会回去报仇的 那他怎么还能在草原上陪你呢 可我也不能就为了让他陪着我 就永远不让他知道真相啊 哥哥 天翼少爷跟王爷保证过 要照顾你一辈子 保护你一生一世 他如果回去报仇了 还怎么保护你一辈子呢 阿特 我不能这么自私 哥哥 不是自私 咱们是在保护天翼少爷 你看 如果天翼少爷回去报仇 死了怎么办 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 更不想看到你再有什么闪失 所以我才得把事情弄清楚之后 再告诉他呀 不行 我得想办法问问天翼哥 那天到底发生什么 哥哥 您打算怎么问呢 我得再想想 你先回去吧 那哥哥 您别想太晚了 早点休息 把他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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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那就改啊 他又说 如果这个错误已经无法挽回了怎么办 我说那就承担后果 我也希望他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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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一盘大棋 很多人 无一种就会成为这个老狐狸的 棋子 棋子 我不想 YouTuber 我看他不应该他 你在干什么 不? 他身上不他 有把锁子 你拿去哪里 在哪里 都能再帮他 那你那个里 不客气 哪里 我都不客气 她不客气 真的 他不客气 这边 我对你 我会想 你太客气 你怎么来了 找你有事 坐 这把刺 是我在云台崖底发现的 你怎么下去的 去孤原县的路上 有个山洞 洞里有个天然隧道 那隧道直通崖底 娟儿 你告诉我 你的刺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 这就是 我姐告诉我 天一哥没死的理由吗 那你下去了 见着天一哥的尸体了吗 你先回答我 你的刺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 可能 是我找他的时候 不小心掉下去的 可能你还不知道 云台崖底积攒了数十年的树枝和烂叶 足有几帐后 那下面根本就没有天一他们的尸体 好啊 期待天一哥 一哥 平安地回来 平安地回来 赐还给你了 我先走了 明轩 好好护着 我姐 我会的 我会的 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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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好 于 他 疼吗 是身上疼 还是心里疼 是身上疼 陈俊雄 我家先生请你过去喝茶 俊雄 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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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快进来 天忆哥醒了吗 醒了 哥哥 您想明白了吗 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 那 您怎么问天忆少爷呢 不管了 反正我也要和天忆哥去看日出和日落 到时候再说吧 走 哥哥 草原的日出真美 每年都走这片草原 可我从来都没有发现 它是这么美 老师 这就是真美 是羞恶 这么十分 曾语 苹原 苹原 我 свои morally 哥哥 有些事還是不知道 知道了只會給自己圖增煩惱 我不怕煩惱 我就是想知道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想幫你分擔 我想讓自己 像陳香姐姐一樣 變成那個 你什麼都會說的人 你要是什麼都不跟我說 咱們還怎麼報仇啊 報仇 有些仇 我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報 該不該報 只會傷害更多無辜的人 我這仇啊 不報也罷 那要是已經傷害到 無辜的人了呢 我呀 萊葉啊 難道我們不是無辜的人嗎 天羽哥 為什麼你什麼都不肯跟我說呢 我擔心你 巴特 萊葉和金虎 他們也都很擔心你 自從你婚名醒過來之後 你就總是一個人悶著 問你什麼你也不說 就好像一輩子 再也開心不起來的樣子 我不想看見你這樣 怎麼會呢 怎麼會一輩子 都開心不起來呢 我又跟你來了草原 別提我有多高興啊 我跟萊葉兒靜華還說呢 以後啊 我們就跟格格 在這大草原上 開開心心地過一輩子 真的 真的 走了 我來 走 C spielen 坐在那裡 請回嘗 你一定要看 天馬 我給你找這個 啊 爬上 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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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陈俊兄 麻烦你又跑了一趟 好 客气了 先生 已经在茶室 供候您多时了 等一下 麻烦陈俊兄把裴枪留下 什么意思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你们大和会馆 请陈俊兄把裴枪留下 她的状況 还要晟 还是看董灵 优托 抣 wings 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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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去找趟俊儿吧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 我和俊儿正在吃饭 杜鞭的手下来了 说杜鞭要请俊儿去喝茶 虽然俊儿跟我保证 他肯定不会去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啊 既然一早俊儿都不见了 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俊儿也跟我说 之前俊儿来找过他 跟他说了一奇远的话 最后还嘱咐他要好好的 好像是在告别 告别 昨天晚上 他也跟我说过要好好的 完了 他肯定是聚了大阁会馆 先生 陈队长 先生 陈队长来了 陈队长 请坐 Dur, 陈队长 陈队长 浪览 谢谢 嗯 难得有清闲的时候 想请陈队长喝个茶 非得有干什么事吗 去喝茶 渡边先生 王会长那边 而是我姐 突然改变了主意 说什么都不卖那几竹矿 我也是没办法呀 陈队长 之前信誓旦旦地答应过我 现在成这样 不太好吗 陈队长 请合成 我来说 前几万 之后 都怪你 要是 能不能 事 危 说说 有什么计划吗 不是从一开始 你就在陪我玩游戏吗 就在陪我玩游戏 走 好 好 你看 鞠儿打 等我 我过去 不行 放心 我堂堂正正地进门拜法 就算渡边塌在场吧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明轩 陈君是我弟弟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孤身一人来刺杀我 你孤身一人来刺杀我 想必你已经抱着赴死的心了 我今日把你的尸体从大河挥滚抬出去 那是你陈队长刺杀我未遂在心 我 只是正当方位 人只将死 其言也善 何必不告诉我真相呢 是 警察厅的陈队长可在会关 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要见他 陈队长跟我们杜边先生 跟他谈事 不必相见 说了我们要见他 让开 你要是应酬 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让开 来 杜边 你以前口口声声地说 为了帮我报仇 你利用我把郝明轩卷进来 其实我们 就是你计划中的一位棋子 从头到尾 你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拿到秦家的产业 是你说要置秦家人于死地吗 是你说秦天忆已经死了呢 可是秦天忆为什么毫发无损地 出现在查看齐呢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我亲眼看到秦天忆 马来叶格格坠崖 马来个人是我亲手杀死的 他妈不可能还活着 秦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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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儿 靖儿 秦天忆 靖儿 居然 出去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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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宣君 多久没有来过 我们大合会馆做客了 为什么一来 火气就那么大 陈湘小姐的火气也很大 不如 喝杯茶 降降火 好 若再闯内府 格杀勿论 先生 陳香和郝明軒 已被我們控制 你不是一直希望你姐姐 能平安無事嗎 她現在自己送上門來了 你說我該他們處置的 你怎麼會這樣 渡邊先生 只要你讓他們倆 平安地走出去 你讓我 做什麼都可以 你 你不是想要秦家的矿吗 我有办法 随时可以过到我的冥箱 然后再全部转给你 只要 你放了我剑 杜鞭先生 如果我一个人死在了大和会馆 你可以说我是杀你为遂 但是如果我 我姐 郝铭轩也死在了大和会馆 那外界一定 会认为你 是杀害秦家的幕后真凶 我想你今后再上这个好办事 一定会遇到麻烦 杜鞭先生不想这样吧 违逼吧 这是我大和会馆 我没有请你起来 更没有请明轩君来 我可以随时杀了你们三个 然后跟外界说 是你们三个 私闯我大和会馆 刺杀未遂 我不得以而为之 你 我现在可以帮你接下来 但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他 你给我记住了 你给我记住了 千万别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下去吧 是 是 陈军兄 希望我们能再次合作 这儿 你们这是待客之道吗 得给我下去 是 程姑娘 明轩君 莫不是把我大和会馆 当做银造地府了吧 不认识了 陈队长 就是来喝杯茶而已 杜鞭先生 看来是误会了 对贵府多有打扰 还请杜鞭先生见谅 不会的 我大和会馆 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既然二位来了 请进去喝杯茶吧 茶就不喝了 告辞 等等 陈队长 我大和会馆 是个安宁祥和之地 记着下次来 别再带他了 别再带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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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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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